他說自從我這樣拜以後 我覺得 我精神很好 我覺得我運氣也很好 因為雜念少嘛 是非少 他首先的感應 生命中他就有改變了 第二次去的時候 他就要求 我姑姑也很善良啊 我阿姨也很善良啊 是不是可以辦啊 這時候你就要把他比較口頭 你知道 我要去看看啊 你阿姨是長得怎麼樣啊 去看看 欸 確實不錯啊 好 那只有你阿姨可以喔 只有你姑姑可以喔 又多辦了兩件 你不要度人喔 道是只有你可以求的 你才有資格的 反而他 越珍貴他就會講說 我同學也很好呢 他沒有求到我心裡難過啊 同學長得怎麼樣我要看看啊 對嗎 你拿比較口頭咧 然後去看說 呦 還不錯啊 好 那改天 希望我們在座各位 聽到我今天講這一席話之後 我們不要在台灣 光在這邊享受 道國 過去老前年留下來的這個風範 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工作 挪一半到大陸去 戲法人人會變啊 我想說我這樣講只是開一個路 點一個 點一個 這個人講的點個開端而已 我相信 你們的戲法一定比我 比我比較好比就對了 我只有祝福你們 你們的智慧在後鞋之上 聽完這堂扣 能夠發個心到對焊去 將來很可能 不久的將來 你們就可以在大陸開發結果 來附有一班車叫做中華傳統文化遍地開發的一班車 這裡面有道 有你我大家的足跡 有你我大家的血汗在裡面 我想天天似的加批我們 我今天一定是講超過了 我也知道 但你們也沒有通知我 但是你們就很抱歉 這很囉嗦的人 騎台就不知道好路台的人 以後不要叫他來就好了 好 以上謝謝 感謝 好來大家請坐請坐 謝秘書長 活潑硬事 剛剛跟我們慈悲了這麼多 有這麼多的小故事 讓我們真的是感同身受 他還告訴我們安東嘉峰 安東嘉峻 笑替詞 成淨性 你看他的笑 聽命辦事 所以啊 他有著兩岸 有著世界各國 這一份的成淨性 這一份的笑替詞 真的辦得淋漓盡致 所以他沒有架子 永遠就是笑笑的 只要我們在一起 一定有他的小故事 笑話可以聽 但是後續跟他很有言 以前搭飛機也坐一起 這次搭公共汽車 遊覽車也坐一起 而且坐飛機也常坐一起 他沒有一個說 我是資深的老前輩 剛剛有聽 他民國六十年就開始了 所以一路一路一路這麼的走 還到天津的南開大學 去修經濟壽事 這些已經都是畢業了 所以你看 正通人和啊 那官方也好 商界也好 沒有不通的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請到他 謝秘書長來為我們慈悲 開示了兩個半小時 值不值得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中華文化 去把它傳揚出去呢 所以後續感受到 所有的單位 真的如火如荼的在進行中 我們不能待在這個地方來看啊 我們要怎麼樣 站起來走出去 你就看得到 好 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謝秘書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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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 謝謝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非常歡迎大家回到我們宏宗聖堂道學院 這裡有很多熟的面孔 就是感覺很面善 是不是有院裡來的 你看萬里有很多人來嗎 好那不只是院裡 其他的地方是不是都很活潑 是因為我們難得聚在一起 因為我們難得在此生共聚良言 所以有人說天視良言都是在郎才跟女貌 但是上天視這一個良緣 讓我們大家有一個善良的緣分 能夠聚在一起 所以從昨天開始聽課 聽到現在一直在聽對不對 聽下去會聽下去嗎 聽下去會睡嗎 今天是第幾天 第二天 第二天是不是明天就要下山 因為明天要下山了 所以今天是屬於很平衡的一天 因為在第二天就看到迷人的眼神 燦爛的笑容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從今天早上開始 發喜充滿 在發喜充滿的這個過程裡面 是因為我們經歷過晚上睡不著對不對 我們經歷過旁邊的人味道不一樣 我們經歷過旁邊的那個聲音 怎麼都不是我平常在聽的聲音 因為經歷過這一段以後 從不熟悉而變成認同 而變成沒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已經同化了 所以有沒有聽到風炸機的聲音 有 尤其是第一個晚上 我們因為這種經驗我們都有 所以看什麼人先睡就醒了 如果你慢一點睡整夜就怎麼樣 徹夜難眠 所以呢 不過要告訴各位的是 這是一個人生最難得的一個經驗 因為當我們在靜靜的 又不能講話又不能亂動 那我們只能靜靜的接受身邊 不同人的事實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事實之中 我們一直在深思熟慮 我來這裡做什麼 我怎麼都在這裡 那為什麼隔壁為什麼那麼早就睡著 那為什麼你我之間差異性那麼大 當然有人一定會說 那個人根基不同 根基不同有高有低嘛 那難得的是 我們大家聚在洪中聖堂到學院 因為我們看到了所有班長 的一個關心 愛護 我們感受到有很多前輩點傳師 在背後給予我們護持當靠山 那當然這個地方也不簡單 這個地方是民國七十七年的中秋節 有久沒有 我們這樣的班每年兩次 所以從七十七到一百零三已經多少次了 無數次了 所以我們也看著那一棵芒果樹 你們可能很少再注意 那裡有一棵芒果樹 它斷定著這一個班的成果如何 信不信 有時候那個芒果樹在夏天 果實將要成熟的時候 只有一棵 真的只看到一棵 但是這一兩天看 很多 表示這個班 有沒有成果 有 這個班是不是很讚 黃經理你可以休息一下 他也很激動 你看他今天這個班戴得很棒對不對 哇太棒了 我們有看到 當我們在每一次的鼓掌 就是一種加油打氣 每一次的鼓掌就是帶來 這個社會善良風氣無比的力量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這個班的黃點船是帶的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都有看到他非常謙卑的跟我們大家一個鞠躬 這個社會 就是需要一股善良的力量來帶動整個社會的風氣 當黃點船是這樣的一鞠躬 他就會往自己內心來做一個觀照 什麼樣的觀照呢 其實做得不好 其實讓大家委屈了 其實讓大家辛苦了 其實一直在呼喚大家趕快來 來來來我 最近不是很流行那個來來來 他一直要大家趕快來 來做什麼 來唱歌 來聽道理 來學聖弦 這樣的人好不好 好 再一次 好 我們看到了這個叫做 迷樂視線在人間 這個就是迷樂的風喚 弱勢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周遭 每一個姻緣 每一個人 都是這麼樣的謙卑有禮 這就是大同世界在人間 多年前每一個人趾高氣揚 這幾年大家低頭失故鄉 有沒有都埋在那幾寸的螢幕之中 好 沒有嗎 那你好棒 因為現在的人大部分 都會拿著手機 因為無遠佛界 現在最熟悉的動作 都是用這一根對不對 如果兩根可能會類格 大部分都是用一根 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如果每一個人的天空只剩下這5.5 或者是4.7 或者是4.3 現在大家對這個螢幕的尺寸 背得很熟悉 然後我們就從 定視的14 17 19 21 到64寸 從64 64 現在又收回到5寸 有沒有感覺 我們人都被帶著走 我們人都被著時代的潮流 牽引著往前走 但是卻是最善良的美好的 卻不見得一直被提倡 所以洪中聖堂道學院 77年提倡到現在 造就很多的好人才 那你們每一個人身邊一定 會有一個最好的人才來示現 每一班有沒有一個班長 好 來考驗一下好不好 考驗什麼呢 你已經一天一夜 跟你的班長生活在一起 您認識他嗎 你知道他的大名嗎 你知道他的大名嗎 知道 趕快看 不知道的趕快看 好 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很短暫的時間 因為都已經看了 所以不必問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點頭之交 在生命的過客 他就是我的班長 什麼大名 不知道 只認得這個人非常的熟悉 但是當一問 可能就趕快 什麼大名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忽略了 在生命中 有很多可以學習 跟成長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這三天 可以說是在生命過程裡面 最難得的機緣 要不要認識身邊每一個人 要 好 那候選現在來問一下 我們兩個同姓 謝先生有請 好像很面熟 您的班長叫什麼大名 周毅勝 班長對不對 好 你可以再看一下 他很優秀 好 答對了 好 當每一個人 抱以熱淚掌聲 你不用急著坐下 有時候我們都很急 所以當有人抱以熱淚掌聲的時候 哎呀 你答對了 不是答人 而是人家跟我們做一個讚嘆跟鼓勵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予一個回禮感恩再一次 我們可以從這一點可以感受到 他馬上可以知道他班長的大名應該不是剛剛馬上看的 應該是從昨天到現在 表示這個班長有沒有敬責 有 來 再一次 好 兩位請坐 謝謝的蠻優秀 佛金一笑 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 這個社會需要鼓勵 這邊的班長說要後學問一下 如果問你旁邊的他一定馬上看到要問最前面的 采鳳姐 您的班長叫什麼大名 葉青芳 對不對 對 當人家鼓掌的時候不能得意忘形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你也不能只有你們班上最庭你要向這一邊 這樣的話天邊的彩霞才能龍飛鳳舞 而不是只有在一方 好 在座的每一個我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當你讚嘆鼓勵的時候 班長或者是被你讚嘆的人 他會很開心的 迷人的眼神 燦爛的笑容 他馬上就會展現出來跟大家一個鞠躬跟敬禮 這個就是 迷了眷屬的風患 這個世間 這個社會 就欠缺這一個部分 若這一個部分 常展現在您的周遭 暴力之氣 世間的祥和 由此而開始 來做一個產生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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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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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